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维特拉纳 少女失踪案 阿维特拉纳位于意大利的南方 是意大利塔兰托省的一个市镇 总面积73平方公里 人口7117人 它是标准的海滨小镇 这里阳光明媚 海风轻浮 有着一望无际的橄榄树林 是个度假的好地方 15岁的沙拉斯卡奇 有着一头美丽的金发 她与家人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小镇上 就读于镇上的职业高中 因为父亲在米兰打工长期缺席 母亲康塞塔独自抚养着孩子 生活的重担 现实的无奈 让她早早就满面沧桑 而面对正直叛逆期的女儿 她管教极其严格 但是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 虽然努力的沟通 但是母女俩的关系还是很紧张 沙拉就像所有青春期的孩子那样 叛逆 渴望自由 她渴望遇见自己的白马王子 能够离开这个无聊的南方小镇 追求诗和远方 她也有写日记的习惯 她将自己所有的秘密 都倾诉在了自己的日记本当中 除了日记 她还有一个最好的朋友 就是表姐 萨布莉娜 表姐一家就住在沙拉家附近 走路也只需要四分钟的时间 她们一起长大 一起分享着各种女孩之间的秘密 除了表情之间的血缘关系 她们同时也是双方最亲密的好友 2010年8月26号 暑假将要结束 旅游高峰期已过 小镇恢复了往常的安逸 为了抓住夏日的尾巴 年轻人们相约着去海边晒太阳 享受开学前最后的阳光 这一天 沙拉和表姐约好了下午去沙滩 表姐发了一条短信给沙拉 让她来自己的家里面碰面 除了沙拉和表姐 还有两人的好朋友 马里安杰拉也和她们一起 下午2点28分 表姐又发来了一条短信 问沙拉出门了没有 沙拉因为手机欠费 无法回短信 按照之前约定好的 她拨打了表姐的电话 以零响一声就挂断的信号 确认已经出发 而这个时候 沙拉的母亲正在别的房间忙着家务 她知道女儿出发去表姐家了 所以并没有特别的叮嘱 因为对她来说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天而已 但是她不会想到 这正常的一别却是永别 女儿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表姐萨布莉娜和母亲克西玛 父亲米克尔一起生活在 一栋两层楼的独栋别墅内 距离沙拉家700米 所以沙拉几乎每天都会来表姐家玩 对于她来说 表姐一家太重要了 因为母亲对她的管教很严格 不准她随意外出游玩 只有到表姐家 或者是参与有表姐在场的活动 母亲才不会说什么 所以15岁的沙拉对表姐 以及姨妈姨父的信任 以及依赖 是长期以来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 沙拉离家的时间是下午2点30分左右 她并不是一个人独行 她之前收养的小流浪狗萨特 一直跟着她 有两位目击者证明 曾经看到沙拉与她的小狗 结伴而行的身影 而这段表姐家 只要步行4分钟的路程 平时沙拉闭着眼睛就能够走到 但是在这一天 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 母亲康塞塔一直在家里面打扫 打扫间隙 她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 并且看了下手机 发现手机里面有几个未接电话 都是沙拉的表姐萨布莉娜打来的 还没有等母亲回拨电话 门零响了 而门外站着的 正是表姐以及她的好朋友 玛丽安杰拉 他们焦急地问母亲 沙拉是不是还在家里呀 因为他们左等右的 女孩一直没有出现 母亲一听慌了呀 沙拉她早早就出门了 怎么会没有见到人呢 三个人匆匆地赶回了表姐家里面 姨父米克尔站在了家门口 他们问姨父有没有看到沙拉 姨父说没有看见 那沙拉去哪里了呢 众人叫上了亲戚朋友们开始寻找 寻找无果之后 母亲果断地选择了报警 下午5点20分 在沙拉失踪三个小时之后 母亲到达了警局立案 涉及到了未成年少女失踪 这次警方是十分的重视 他们马上收集了母亲表姐 以及好友的证词 确定了沙拉失踪时候的衣着打扮 粉红色的T恤衫 蓝色的牛仔裤 黑色的双肩包 海滩拖鞋 以及一个MP3随身厅 整理证词的时候 好友的几句话 让警方感到的一丝异样 好友说 她到达了表姐家的时候 表姐没有像往常那样 在家里面等着 而是站在了大门口路中央 表情是十分的焦急 她蓝停了好友的车子 说沙拉不见了 表姐说 她给沙拉打了好几个电话 都没有人接听 在N4无人接电话之后 手机就关机没有信号了 表姐坐上了好友的车子 说要去沙拉家里面看一看 于是两个人呢 就一起来到了沙拉家 听好友的意思 表姐这一天的行为 有一点点的奇怪 但是当务之急 是先找到沙拉 所以所有的疑虑 以及怀疑都先搁置了 搜寻行动秘密展开 警察 宪兵 各个机构都触动了人手 他们还从其他的省 也调来了人手 甚至首都罗马 也派起来了 特别搜查队 进行了地毯式的寻找 森林 农田 草地 水沟 所有隐秘的地方 都找了一个便 这片区域里面 有很多私人的农场 警方甚至要求 各个农场主人 分地盘地 进行划分式的搜索 但是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常看我们频道的小伙伴 也许就会问了 在我们以往分享的事件里面 未成年人失踪 警方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离家出走 都是让家长先等一等 说孩子自己会回来的 那么这个事件里面的警方 倒是行动得很迅速 那他们有没有怀疑过 沙拉是离家出走呢 你真聪明 警方的确是怀疑过的 因为他们从沙拉的日记 和脸书账号里面 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8月25号 沙拉失踪前一天 她在日记里面写着 晚上和表姐一起去酒吧喝啤酒 表姐又神奇了 只因为伊万诺 和我多说了几句话吗 伊万诺对我总是那么的温柔 让我很舒适 我和她会有发展吗 谁知道呢 这短短的几行字 倒进了少女怀春 小鹿乱撞的心思 但是这个伊万诺 又是谁呢 这位伊万诺 是表姐和沙拉的 共同好友 伊哥今年27岁 长得英俊潇洒 表姐对伊哥有着特别的感觉 而伊哥对小沙拉 也表现得很特别 很温柔 那么请记着伊哥这个人 因为他后面还会出现 线索2 脸书里 在脸书上 警方发现了沙拉 最近与一位38岁的中年男子 对话非常频繁 他是一位远在罗马的甜品师 沙拉不止一次 对他讲述了自己的郁闷及烦恼 他希望可以逃离阿维特拉纳 这个无聊枯燥的小镇 所以 有没有可能是沙拉 因为厌烦了自己的家乡 离家出走 去寻找诗和远方了呢 他的失踪 和这两个男人有关系吗 警方将侦查 对准了自愿离家出走的方向 为了能够得到其他的线索 警方在电视上面公开寻求帮助 珍惜那天看到过沙拉的目击者 这宗未成年少女失踪案 马上在社会上轰动了 嗅觉灵敏的媒体 争先恐后地来到了这个小镇上 开始24小时直播案件的进展 全意大利的吃瓜群众们 开始蹲在了电视机前 天天关注着案情的进展 每一个人都化身为了福尔摩斯 这期间警方一共是收到了 260多条目击者的反馈 在目击者的口中 沙拉的踪迹出现在了各个地方 从火车站到汽车站 从飞机场到码头 从超市到游乐园等等 甚至还有人在境外也看到了沙拉 法国 西班牙 瑞士等等等等 这么多的线索 需要一一排查 警力就快要运转不过来了 而沙拉的母亲表姐等人 迅速占领了各个报纸新闻的首页 可以说是一夜成名 那我们看看 这几位在媒体前的反应吧 这位是母亲康塞塔 她盯着一头凌乱的红色染发 看起来十分的憔悴 镜头面前 她面无表情 机械式地重复着呼吁寻找女儿 当记者提到了一些 心碎的问题的时候 她的情绪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反应 给人是一种很冷漠的感觉 甚至有关注很反感 要求警方好好调查她 因为对于女儿失踪 她给人的感觉太冷淡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表姐一家 这是姨父米克尔 姨父是一位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 小小的个子 天蓝色的眼睛 看上去是一个老实芭蕉的人 她没有读过什么书 张嘴就是方言 连表达一句完整的句子 也是十分的困难 所以她在媒体面前的形象 基本上就是 话不多 一直抹眼泪的那一位 那这一位呢 是姨妈科西马 姨妈是一位胖胖的 典型的男方家庭妇女 从未出过远门 对于摄像机非常的排斥 她躲离记者 永远低着头 不发一言 那这一位呢 是表姐萨布莉娜 在这个家里面 她最年轻 口才也不错 基本上 她变成了沙拉失踪案 受害者家庭的发言代表人 每天在电视机上面 都能够看到她的身影 她流泪 呼唤着沙拉的名字 让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和她一起揪心难过 而另外 那天相约去沙滩的好友 伊哥调查这个案子的警探 律师等相关人员 也都得到了媒体的关注 阿维特拉纳 这个才七千居民的小镇 从来没有过那么多的记者 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关注 而在多日搜寻无果之后 连灵媒都加入了这起事件 他们的预言在当时呢 是被大众嘲笑的 但是后来等案情水落石出之后 人们回想起这些预言 感觉到有一些毛骨悚然 当时有一个灵媒说 这里面有一个女人 她谎话连篇 她欺骗了亲人 欺骗了朋友 欺骗了所有人 请警方尽快调查她 还有一个灵媒呢 也做出了最坏的预言 她说 沙拉不在了 我看见她闭着眼睛 身边都是水 可能在海边 可能在湖边 一定还在那里 在那片农地里 而当大家都在电视里面 呼吁寻找沙拉时 与沙拉形影不离的流浪狗萨特 自从沙拉失踪之后 她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 而是一直守在了表姐的家门口 不愿离去 而母亲这一边 对于警方自愿离家出走的判断 持反对态度 她说 虽然沙拉正值青春期十分叛逆 但是她了解自己的女儿 她不是那种说走就走的性格 为了说服警方改变办案的方向 她甚至写信到罗马总统办公室 呼吁总统关注此案 而表姐在媒体面前也公开发言 她一样也确认 沙拉是不会离家出走的 她哭着说 沙拉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之间没有秘密 如果她要离家出走的话 一定会告诉我的 警方开始调查沙拉身边的所有人 因为多日寻找无果 唯一的突破口 就是在人际关系网当中找到线索 每一个和沙拉有过接触的人 都被叫去了警察局问话 包括母亲及表姐一家 而且问话不止一次 这给家里面的人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这个时候 之前一直沉默寡言 暗自抹泪没有什么戏份的一副 突然上场了 她一直潜伏在阴暗的角落里面 用她那一双天蓝色的眼睛观察着 不言不语 但是警方给她的压力起到了作用 她开始在媒体面前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了 她说 自己晚上经常会惊醒 因为沙拉会来到她的梦中 需要她的帮助 而面对警方 她说的话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有一次问话当中 她突然主动提起了 曾经看见一个电话卡 好像是沙拉的 但是具体位置不记得了 貌似是提醒着警方 让他们去寻找沙拉的电话卡 而她这无头无尾的话 开始让警方怀疑了 终于 转折点来了 9月29号 沙拉失踪一个月之后 一副突然报警 她说正在附近正常的劳动 发现一个土坡上面 好像烧过什么东西 泥土都是焦焦的 而在这焦土坡上 她发现了一个手机 这个手机很像是 侄女沙拉的 警方迅速赶到了现场 同时 各方媒体也是闻风而来 果然 在一个焦黄的土坡上面 刻然放着一个 已经破损了的手机 警方迅速包围了现场 侦查科学技术部 也参与了现场勘察 随后警方宣布 这正是属于失踪了 一个月了的沙拉的手机 媒体沸腾了 争先恐后地采访一副 为什么会是她发现了手机了呢 姨父也很尴尬 咱也不是故意的 偏偏是我发现了这个手机 难道是侄女托梦成真了吗 镜头面前一片沸腾 猜测了这么久 这案件终于有了一点进展了 相信此时的你 应该也和警方一样 怀疑起姨父了吧 这也太凑巧了 姨父在不断地暗示警方之后 自己发现了这个物证 而且 那片区域 警方曾经多次搜索 从来没有看到过 什么手机的踪影 经过行政物证部的检验 土堆上面曾经焚烧过植物 但是手机内部 并没有任何焚烧的痕迹 所以确定 这是后期 有人故意放大那里的 应该不超过两到三天的时间 姨父这个时候 还洋洋得意地吹嘘自己 有多么的幸运 她不知道的是 自己已经成为了警方的 第一嫌疑人 找到了破损的手机之后 10月6号 警方重新召唤了莎拉的家人 与姨妈表姐结束对话之后 最后传唤了姨父 但是这一次 她开始慌了 口供出现了漏洞 她开始无法自圆起说了 首先 检察官问她 8月26号那一天 莎拉失踪的2点30分 在哪里 姨父按早期的说辞 说当时她是和工友一起在豌豆地里面采豌豆 但是很快 警方拿出了当时工友的证词 反驳了她的说辞 工友很确定 8月26号那一天 不知道什么原因 姨父迟到了 她来到豌豆地的时候 差不多已经是快下午4点了 那这里 就有了一个半小时的空缺 十分值得怀疑 姨父还是坚持说 自己真的是在豌豆地里面干活 警方就开始使用心理战术 对她说 我们都是天主教徒 你知道受过洗礼的教徒到达天堂前 是会面对天主的审判的 我们只需要你告诉我们 莎拉在哪里 我们需要把她送到天主的手里 姨父犹豫了 想起每一夜反复的噩梦 在这一刻 她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她终于坦白了 她说 她知道莎拉身在何处 随后 她带领着警方 来到了一个枯井面前 她指着里面说 莎拉就在里面 10月6号 在众多媒体的注视之下 警方在一个小小的枯井当中 找到了失踪超过一个月的 莎拉尸体 莎拉在那口枯井当中 躺了整整45天 当警方把她的尸体 拉上来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是无法辨认了 尸体腐烂得很严重 而打捞期间 姨父一直蹲在井口面前 不停地做着祷告 划着十字的手势 似乎是在为她的罪恶 做着虔诚的忏悔 而戏剧性的是 当天莎拉的母亲 正好参加了一档知名的节目 谁看见了她 她在节目当中 呼吁大家寻找女儿 当找到了莎拉的尸体时 节目主持人直播上 告知了母亲这个恶号 母亲在节目当中流泪了 整个意大利都沉默了 一个月的期待和祈祷 到此画上了句号 莎拉还是以这样一个最坏的结局 出现在了人们面前 同时人们也愤怒了 他们要凶手的名字 也许你会说了 不是很明显吗 姨父就是凶手呀 那么真的是如此吗 如果姨父真的是凶手 我们今天的故事 也差不多应该要结束了呀 为什么还要分 上下两期影片呢 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们明天再说 我们明天再说